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Kenny, 阿雷文 今天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鍊、打咪訪問 和大家速報速報 看看能否找到星期日的投注對象 看看各位合不合用 各位如果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仔有片提示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那些片可以聽長一點 較快一點 可以聽完花生片 個人心水片 另外有個賽後重點報告 需要大家去支持花些時間 另外見到有廣告的 拍眼檔點擊 看看有沒有 產品有沒有吸引力 可以曲線支持雷文的頻道 另外對上那天的成績 雷文出了五條深水片 包括會員片 五條裏面 四條都有錢收 一條四重彩 四隻都中了 兩條四隻中三重彩 一條中了Q 一條中了維治Q 一條Q一條緊頸四 不是維治Q 有些幸運之神的眷顧 繼續希望有些幸運之神 眷顧 雷文本人和雷文的老友記 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 月費計劃 今晚會有一個 雷文事前Live會員版 要加入會員才能跟雷文吹馬驚 但昨晚會有一個公開版 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能否加入會員 說到我們潘頓 趁著莫雷拉 被人停賽 停賽之下 跟阿塞又合作 當然 如果莫雷拉在 阿塞給一些馬里騎 那怎樣跟阿拉叔交代 阿拉叔要拿冠軍 又要威 要威威威威威才行 但如果趁著阿拉叔停賽 那莫 阿塞若翰 說要找潘頓來騎馬 那莫雷拉應該也沒什麼好說 潘頓一見到有個位子 一攝攝進去的話 就認真夠薄命 做回數據來說 原來阿塞給了五匹馬 給潘頓騎 拿到兩個冠軍 就三個亞軍 可以說 三個冠軍 兩個亞軍 可以說是百分百的入Q率 說回 上天潘頓 就贏了五個winner 認真夠威 其實贏完之後 潘先生也有打咪 他說 只要我有足夠的機會 拿到一些坐騎 騎馬 只要拿到馬之餘 再陣上有些好一點的祭雨 他就會交到成績 雷文說 最重要是不要塞車 還有頭不要兩邊領 就可以了 他說 希望 拿完五win之後 今後的勁勢都可以持續 有哪個男人不想希望勁勢持續 潘頓是年輕人 勁勢持續應該好些 雷文難說 他這樣說 他說 說回星期日的座騎 跑馬都向前看 看看星期日的座騎 可不可以 在他那裏發掘到頭駐對象 有什麼馬的座騎 潘先生自己會看得比較好 他說 有三隻馬 他自己看下去 坐騎的機會比較高 他說出自蔡若翰馬房 這隻跑第七場 三班千二米的至尊高升 另外 上次有些意外 跑泥地升班 兜了有少少外閃 那隻叫做好玩福星 還有 美場也提過 那隻叫勇曼神驅 審達成馬房 比較看好前兩隻 看潘頓這次跑咪 夠不夠老實 還有有沒有吃到誠實的豆沙包 說到星期日 潘頓的座騎 雷文一眼看下去 跟他合作開的馬房 好像葉楚行 沈雜誠 告冬妮 蔡若翰 這些都有不錯的馬給他 看看當日的成績又會是怎樣 說到第七場 三班千二米 這隻至尊高升 就是出自這個 跟他合作上 名率入票率8%的 蔡若翰馬房的提供 潘頓又得到蔡的提供 他說至尊高升近期 這隻馬的成績 認真是不錯的 他說大前仗 在千四米 恐一聲之下 在內蘭裡 摺上來 就可以在巴道的跨下 贏了馬 隔了一場 其實都跑得不差 輸了兩個馬位 但是上場一縮回到千二 拍攀哥連 我們大秋野 法蘭西騎士之下 輸了給那隻 叫二華不雪 但是依然壓到那隻 叫做洛滿冠 洛滿冠 今天也是同場交際 他說 上次跑千二米 這隻至尊高升 後上拿到的亞軍 證明現在這個評分水平 仍然都很有競爭力 他說星期日 阿塞就專幫他 再當著這個千二米 他說 而只需要負到一百二十四磅 這個磅位 當然是一個可以 另外立頭話的機會 不知道潘頓有沒有吃了 承實豆沙包才訪問 他說 由於今季 連場這隻至尊高升 都是憑著一股後勁 爭勝 入Q 他說 只要今場 第七場 三班千二米 只要有正常的步速 如果有更快的步速 這文講當然更正 會更有理 這隻至尊高升 可以發揮到他最適合的跑法 上次這隻至尊高升 對著的對手 像些落滿冠 高鳴進將 还有那场被人很有救病的跑法 那种叫田鸡菊菊菊的智力同心 不说不说呢 前天做一只行云流水 英放不放 然后又失车 那天那种智力同心 又是守好位又不守 走去玩后上的田鸡菊菊菊菊 这次的对手仍然还有落满贯 跑霸就是跑对手的 曾经跟那只叫好眼光串的池耀峰 另外呢 比较近职好一点的 有顺耳宝 和这一只神舟晋升 叫做跑近过 但是小优一轮再出来的闪电俠 这闪电俠支持 潘顿也骑过下 季初那两场都是潘先生 才交到成绩 反而换了第二个人 就交不到成绩出来 潘顿应该可以拿来骑 他也没有拿来骑 都是骑下自尊高升 潘顿说只要有正常的捕捉 就可以发挥到这一只马甲后径 说到沈习城第八场 第八场这一只好玩复星 昨天雷文已经出了沈习城的波咪片 沈习城其实也没有怪这一只马 是当日输给同场 今天会交忌的文明之声 这些文字看回那场马的步速 其实真是鬼死这么快 整群放头马都没有哪只能顶得到 全部都孔上来 偏偏的这只文明之声 之前在草地全部都摆头 试习也是 但是那天一出习被人撞撞之下 竟然后上就走上来了 后上也不要紧了 刚刚那只好玩复星在扔弯 我看到潘顿好像心急了些 那只马甲又比较年轻 沈习城就说 有些外闪之下 兜了回来 就输了一条颈子 就认真是不值得的 沈习城说 我都没有觉得失望 一只马甲的表现 都是发挥得很好 只要不要略有意外 沈习城就说 有机会 就可以报回一箭之仇 沈习城就拨过了 不如轮到潘顿拨 两兄弟轮流拨 这只好玩复星 前次赢完黎地千二 那场大家都记得 一出门有些问题之下 然后续续修复失地 然后转上来 左穿右插 赢了那只多多保企 多多保企 再出 顶四班 再赢马 今天 就这只好玩复星 跑完一场三班 三班的黎地千二 今天那只多多保企 又升上来 又对着好玩复星 看看这只好玩复星 若然没有什么意外 走位 顺利可不可以报回文明之星 这一战之仇 不如听听我们的潘顿 怎么说 他说 在四班那场 可以后上击败 其后再赢马 那只多多保企 接着再上一场 升班 再跑三班千二米 仍然可以后上输 被文明之星拿到的亚军 咦 咦 即是刚才 潘顿连波那两件 两件都是刚刚跑第二 星期日 好玩复星 继续配上 我们的潘先生騎 潘顿就说 他说 虽然好玩复星 今年是四岁 但其实他真正落场的次数 都是很少 其实真的很少 还有第一场 他是堕了马 那场找蔡明啸騎 潘顿就騎了威妙星 即是不选择他 操练 一直都是潘顿操 黎曼常常提着 那场堕完马 潘顿立即就拉回来 后上跑第五 那场有很多马交出成绩 接着就 拉了两个赢马 再升班再跑来地 有意外输 被文明之星 他说 其实出赛次数 只不过落地 是四剂 四剂 一次跑第五 接着拿两个第一 一个第二 如果你计算 奖金名次 就没脱过 而入票率 高达75% 而拿头马的成功率 就有50% 潘顿就说 出赛次数还是很少的 所以在阵上 这种好玩复星 难免因为年轻 经验少 会有犯错的 他说 例如上次 在中段 这种好玩复星 已经外闪了 喂喂喂 就是这一度 搞到 可能因为这样 就 后追不及 颈位 落败输给文明之声 他说 入到直路的时候 更加好玩复星 被迫要去外跌 这就是他那场马 落败输给文明之声 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比较生 经验比较少 第二个原因 就是外闪闪了出去 兜了更加外跌 这两个原因 就跑第二 他说 希望这种好玩复星 可以积多更多经验之后 表现可以持续进步 好玩复星 这次 潘顿再跑 泥地迁移 潘顿好像度过一下对手 他说 对手实力 其实和上场 都是差不多 他说 即使再对着文明之声 多一次 他说 只要本身 好玩复星 可以交到他的水准 就很有机会 反先对手 而修复前室 这么说 咦 潘顿信不信得过 又没有吃了 诚实豆沙包 他是这么说 修复前室 这文前一条片 沈杰成 也是这么说 看看这两位人兄 靠不靠得住 希望可以赢到 今季的第三场头马 帮这只好玩复星 潘顿这么年轻 一拨就拨多一件 雷文 一拨就拨多一件 一拨就拨几件 真是个人 不过雷文 但雷文做不到 潘顿最后就说 跑到沈杂成 也是属于他的大码头之一 那只勇猛神区 季来年番表演 好像比较失望了些 大家都知道 这一只勇猛神区系 一来是神区系的大码主 而潘顿在贵中骑的三次 是在这一只勇猛神区系最好表现 骑三次里面 最远那次 都是输不够两个马位 有两次都可以得到奖金名次 接着落了田泰安手 周俊落手 这次潘顿又立起来骑 他说勇猛神区跑第十场 二班千八米 这只勇猛神区 今季跑二班千八米 就跑过两次 有一场是good fee 不如就查了他 三次 有一次是good fee 就查了他 季初未热身的第一场 就输了两个马位 接着有一场在田泰安手 都输了一个多马位 其实这一只勇猛神区 除了对上那场周俊落 输得比较远一点之外 真的在两个马位 左紧是分胜负的 他说季内连番表现 令人有些失望的勇猛神区 只要你细心点看回赛绩 其实长长输来输去都输不远 根本成绩就不像名次看得那么差 即是名次反映得那么差 他说星期日 回到他唯一赢马的1500米 赴榜是近期最轻的一场 即使同场质身马真的多 他说质身马很多 都有看过一些对手 潘顿 而且有很多人更加要努力去拿分入打比 即是那些质身的东西 有很多斗子就没有怀疑 但是若然这帮对手一旦失准的话 勇猛神区就有机会有机可乘 就走入前列 今天潘先生 趁着拉叔不在 又拍到蔡若翰的大码头 亦都跟他的老拍档沈习 今天都有两只马鞭咪 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支持Layman的频道 另外可以考虑加入小弟 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Layman在这里祝各位 星期日都可以赢多些马仔